再来继续来看,刚刚的部分 主要是 OK,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那刚刚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 把颜色涂上去,但如果说我今天不是要涂颜色,我是要把资料搬过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拿那个刚刚的 这个程式来做简单的修改 那改的部分其实 主要 第1个,我们看一下 其实你可以直接这个前期名这个地方,其实 跟 清除这个,我再把这个 重写一下 这个 其实你可以直接 前期名的直接可以拿这个范围的程式复制过来 贴到这边来改就可以了 那主要改哪些地方?主要是改 这个里面做的事情,因为 逻辑 范围 都是一样的 差别 只有是 把 当这个资料 是小于 等于7的时候 把这个资料呢 复制到 F 蓝的第2个 所以 如何把这个资料 从 这个地方 复制到 这个F2的位置 这个动作呢 该如何 和 把程式写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特别注意 其实最简单的 方法就是 其实中间加个等号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把 要写的资料 其实这个 放在前面 写入的资料呢 放在后面 所以特别注意 写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 请各位把这个地方做个 Sales 这个I列的 这个A缆里面的资料 这个 不是更改它的格式 而是取得它的资料 取得资料就直接写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 我们要放的位置 哪个位置 就是F2的位置 这个位置 我先把这个资料清掉 把它放在 这个F2这个储存格 那储存格 记得 你要写过去的 一定是写在等号的前面 所以 我们 偷懒一下 把这个 复制一下 然后 这边的话是 第几列呢 第二列 的 AF栏 F2 然后呢 把 要放的资料呢 把它复制过来 那其实 这样的写法就是复制啦 把找到的资料 复制到F2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这个等号 其实意思是把后面的资料 复制到前面去 OK 两边的资料会是一样的 OK 所以特别说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等号 不是 不是 等于的意思 可是问题 如果你现在把它执行的话 当然它一样可以work 可是呢 它最后得到的结果 应该会是最后一个数字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放21 第一次放12 21 你会发现都放在 同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所以得到的结果会是覆盖 一直盖过去 那这里的话应该做个改写 什么改写 如果当我第一次取得资料的话 放在F2 可是第二次取得资料 要变 应该 变成F3 以此类推 那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呢 下一次自动 帮我把那个数字加1 这边的话我教各位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你可以在那个FOR回圈的外面 加一个K的变数 它的预设值 等于2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K这个值 它 第一次是放在 其实这个放在哪一列的意思 第一次放在第二列 那你这边就放个K 第一次 就放在F2 那 可是呢 如果当它 复制了一个资料之后的话 把这个K的值 加1之后存回去 K的值加1存回去的话 那你可以在底下写一个K等于什么 K加1 这样就OK了 那意思就是说当我复制一个资料过来之后 那我就把K的值加了1之后 再把它 覆盖到K 这个变数里面 那意思K如果第一次 写完之后 他一定会执行底下这个动作 加了1之后 变成3 OK 那再来就变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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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类推 所以这样的写法其实 还蛮巧妙的可以解决 刚刚发生的问题 那我把它执行一下 OK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第一次 12 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因此类推 一直到39 就没有 刚刚 被覆盖的 问题发生 所以 我刚刚 主要 是直接拿 格式化的这个VPA 一个回圈加一个逻辑判断 那主要改什么呢 改中间这一行 中间这一行改什么呢 就是把 资料复制到前面的储存格 这第一个 其实就等号 第二的话呢 就是利用K 把原来的F2 F2 2这个 改成K K的预设值等于2 然后呢 每当他执行一次 加了1再存回去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等号 以后 你们再理解的时候 不要一直 把它当成是那个 计算的结果 OK 在这里的话应该是 把后面的资料 赋予到前面 其实复制到前面的意思 下面这个是把运算的结果 把它盖到前面去 大概这样理解 可能会 比较清楚 另外的话 清楚 再来就是 这个范围 清除的话其实也蛮简单的 我们可以把 这边复制 那这边加一个 这个前期名清除 然后一样 我们把它Enter 清除的话呢 我是建议一样 就是用Range 所以刚刚 复习一下 刚刚 讲到那个Range 因为如果你假设一个个清除的话 太浪费时间了 你干脆就直接把他输 F2 冒号 F7 应该是F8 然后呢 等于空的也可以 等于这样子 这样就清楚 或者点ClearContent也可以 资新 这样就清楚了 所以 前期名列表 前期名清除 OK 这样的话呢 就很方便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们产生个报表 那报表 马上计算一个结果的话 就先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 甚至后面还可以结合 像视觉化 输出那个 这个 图表 图报表 其实也可以利用 同样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 但是这个做完之后 马上有同学 提出问题说 老师现在这个 前期名的列表 目前的 排列顺序呢 他是只要找到 的就放过来 并不是按照 1到7 名去排列 所以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把这个程式改成 按照 第1名 排到第7名 的排列顺序 当然也可以啦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 写的方式 就是 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但也没有说完全没办法 被理解 只是说这个地方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有在云端上面 有 提供给各位 相关的参考 有两个方法 方法一 就是多个追 追的话是 每第1次产生是第1名 找第1名 第2次找第2名 一之类推 这个 是一个方法 不过呢 这个方法相对 比方法2来的复杂 方法2的话是什么 直接就放在哪一个名次 两个方法 那这个 我想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请各位 试试看这个部分 好了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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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